习近平在博州政变的阴影威胁下上台执政 此后不断传出其遭遇暗杀的传闻 尽管相关行动均被挫败 但有消息指 发起暗杀者全部都是内部人作案 凸显习近平处境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 日前 有北京消息人士通过博文社透露 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在上个月就险遭人暗害 性被有关部门及时发现并阻止 消息说 暗杀事件事发今年2月过年后不久 当时是中央警卫局有关部门 在监听电话时发现 有人欲对彭丽媛不利 而对方的身份是北京的一个县密武警军官 据消息称 该军官原本计划利用 彭丽媛出行之机图谋不轨 中央警卫局及时采取的行动 将其秘密拿下 消息并未透露案情进一步情况 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凶贤的动机 包括其属于个人行为 还是集团策划 以及是否有更深政治背景等等 消息人士分析 由于习近平反复拿下了郭伯雄 虚才后两位军委副主席 又主导了中共建政未来规模最大的军队改革 军队部分中高级军官的利益因此受损 所以不排除凶贤遇加害彭丽媛的动机 或与此有关 消息并指 凶贤所在武警部队从主军到下市 都在接受调查 据了解 彭丽媛一方面是国家主席夫人 另一方面也担任有公职 公开资料显示 彭担任军艺学院院长 军队文职专业技术二级干部 相当于少将军衔 正军级待遇 根据军队条例 他本身就应配备警卫员和勤务员 但消息人士指 习上台后因强力反腐改革 已经得罪了不少利益权贵集团 以及军中贪腐势力 其个人安全情势堪称紧张 实际上 自2012年18大习近平上台执政 其夫人彭丽媛 以及他们的独胜女儿习明泽的安全 都直接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去年两会前夕 中央警卫局遭换班 局长曹清中将被调离 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但这次军队改革后已不知去向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庆被调离出京 任河南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随后有消息称 王庆已被调查 据报 习的警卫工作现由中央警卫局长 王少军亲自负责 王是去年2月中央警卫局大换班后接任局长的 消息指 现负责习近平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军人 全部是去年3月两会前警卫局打清洗后 从野战军特种部队选拔出调来的 主要是来自驻守河北拱卫经济第38集团军 王少军早年曾任38集团军军长 近年来江泽民集团企图政变以及习近平等人险遭暗害的消息多次传出 其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 这些暗杀由他的助理和警卫谈红实施 谈红于2013年12月1日被捕 3月4日凌晨 大陆网媒无界新闻网一带一入栏目 突然出现一封攻击习近平 要求其辞职的公开信信中除了罗涅习近平的几大罪名 还多次出现你和你家人自身安全字样 被指为赤裸裸的威胁 据之 无界新闻网隶属无界传媒 是由财经杂志的母公司财讯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和阿里巴巴三方 联合组建的一个新媒体机构 最初是以支持新疆维吾尔为由 经中共文宣系统相关部门特殊批准后 旗下的无界新闻2015年9月上线 海外消息指 该事件已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据说有相关高层官员极为阵路 已下令中共安全系统在全国范围 甚至到海外全力追查其来源 要弄清究竟是什么人写的 有什么样的背景 此前 香港动向杂志去年曾披露 自中共十八大迄今为止 习近平已经遭遇六次暗杀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雇兄作案 随着习近平与江泽民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 进入白热化状态 不仅习近平 李克强和王岐山等人 也多次传出遭遇暗杀的消息 据港媒中明杂志三月号披露 今年1月初 习近平前往重庆视察13集团军之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由王沪宁 许其两极力战书提交的特别动议案 该议案规定 如果习近平突然遭遇意外 中央领导班子小组组长 将由王岐山担任 分析人士指 非常时期领导小组议案的出台 显示习近平对自己可能遭遇的危险 已有充分准备 同时也说明习近平 对腐败利益集团进行决战的态势 正趋于明朗化